哈囉 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DB 還有Discord 今天 要介紹的這個人物 是地廳情報組織的老闆娘 蝴蝶 那在蝴蝶的一些故事在 組件劇情當中有出現過了 就是稍微有提到 但不確定是不是完整了 不過有提到就是了 那 這個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應該是說 他一樣 官方一樣是把這個 跟原本 原本手遊裡面的蝴蝶 的樣子又換成另外一個樣子 就跟曹青那個時候 做法一樣 那腿漂亮 上尾 也有點誇張 的異常的突出 這個這兩個車頭燈有點突出 但是是不是有點包得太緊了 是不是有點緊 不過從這個戲劇圖來看齁 應該就是一個 火 雨室了吧 哪一個扇子是不是跟豬環差不多是火雨室呢 豬環是火雨室沒錯吧 我應該沒有記錯 好 然後 對這招 對嘛這這麼明顯 有人還跟我說是陰陰怪 怎麼可能是陰陰怪 OK 好 那這邊 呃 這篇情報是有稍微講到啦 那 就是他過去的事情 那江湖中有一個神秘的 組織嘛 叫地廳 他本是地藏 菩薩金暗下 的通靈神獸 可以通過 呃 來辨 世世間萬物 尤其善於聽人的心 然後用來做 就是這個名字用來做組織情報的名字啊 好 然後他面具下的真實模樣跟名字就是蝴蝶這樣子 不過火雨室不知道 他技能會做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來期待明天 看每天是公佈蝴蝶的技能還是 公佈劍呢 那我們期待一下去吧 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立繪是蠻漂亮的 如果他有出實裝 他應該不能再包緊緊了吧 哼哼哼 欸我覺得這個角色會中欸 我覺得會中 因為我覺得 蝴蝶在原作 就是主線故事 的劇情裡面是 其實他以前過去是 有點悲 就是偏向愛情那方面也是有點可憐的 所以我蠻同情蝴蝶這個角色的 好 倒不是所有的無情人 一開始都是無情人 莫不是一個俗套故事的開頭 一個蘇生和一位小姐相愛 無奈時局動盪戰爭將其 為以身報國蘇生 背信棄義 拋棄所愛 在國語家之間 選擇前者 呃這個就是在主線劇情有講到的東西 好這個GIF圖呢我們來看一下 OK 好很大 我是說眼睛啦 好在那之後呢 那位小姐家祖宗 用慘遭朝政 的陷害 諸聯九族滿門超斬 呃卻被新年救下的災民為烈 即使種種他都未能死去 卻在等蘇生回來這幾年內 辛惠義人戴上了地心的面具 我記得他有 他的記憶好像有被稍微 就是 用一些咒法還是什麼 就是磨除 他過 不是磨除 就是 有點像是 封鎖他之前的 記憶這樣子 好這是他攻擊的招式 這不知道是普通攻擊還是招式 好 因為很多年前自己丟了他 然後 戴上面具那一天你就是無敵了 這些情緒 與你無關的 對嘛這邊其實跟組一線劇情講的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啦 好 大概就這樣子啦 好這邊有想喔 地心組織背後有多少秘密 蝴蝶從前又招育什麼 春男跟蝴蝶之間又有什麼故事呢 呃這個人 之後的主線劇情吧 因為現在主線劇情還沒有講到 他們之間有什麼故事啦 好啦再給大家看一次最後的那個 動畫 他背後一隻蝴蝶 我覺得他蠻不錯啦 但是有點抱得太緊了 好啦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的頻道 先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 Twitch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掰掰